哈喽朋友们好 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把我们的鸡舍进行了一下改造 因为这些鸡呢 有的就要开始敞当了 所以在这个过完年以后呢 抽了一天的时间 给他们建一个漂亮的鸡窝 以及他们的一些新的场景 其实那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件事 好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弄成什么样 好 我们刚好把鸡喂了 就边喂鸡 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改造出来的一个鸡窝 我们一起来看看 之前是在这边喂的石 这段时间把他们全部都看一下 换几天能不能换到这边来喂 以后呢也好管理一点 你看这些山上 好 这个就是喂料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喂水的呢 依然是留在了对面的鸡舍里面 喂水 大家不要说水喝不到 里面有水给他们喝的 刚刚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母鸡呢也开始要敞当了 就是在吃食的这种小母鸡 马上要下蛋了 所以说今天也在这边 给他们准备了一些鸡窝 这里就有两个 这种篮子里面放了点松针 在里面 然后那我就是顺着这些墙脚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给他们弄的 这里也是两个 接着来 这里一排的锅器 里面全部都是松针 干的松针用来垫在底下 这里有一个 对面这些都是 希望过一段时间到这些地方里面来 能够就是说里面都是鸡蛋 那就好玩 来看看这边 这里也是一个 然后呢 那里也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我们再往里面来 好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一排都过去 就是这样顺着三角放的 最后这个呢 比较的经典 这个是最豪华的一个包房了 这里呢 可以防雨防风 是最好的 这个到时候看哪一只母鸡 比较的幸运才能救的 它们都在吃的正爽了 我们就在这边 豪华别墅这里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每次给它们换个地方 喂食呢 其实有的鸡还是有找不到的情况 所以说要慢慢来 最好就是第一次呢 我们要人带着吸引它们过来 这样子就慢慢的好了 它习惯了以后呢 就可以了 然后就像我们弄的这些鸡笼呢 用来给它们下档 也是担心一点就是会不会有蛇啊 这些东西来吃 这些问题还是要去解决的 那么在后面的视频 我会接着来给大家分享 我的养鸡的一些经验吧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日常养鸡生活 好的 喜欢我的朋友们 记得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呢 会接着来给大家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